做完之后 再想想这一生当中 空过了 别走了 如果真的是空过 别走了 那也罢了 而在这短短时间当中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将来要受无穷的苦暴 这真的是大错了 所以我们细心的去心察了 还是佛的话有道理 还是佛教给我们的真实 我们要是真正能相信佛的话 信心清净 信心不意 不改变 一教我奉献 真的利益 现前所得的利益 不是明文利益 现前所得的利益是什么 心安 从前我们心惶惶不安 心安定 理逐渐逐渐明白 心清净 就见到利益 心安定 就见到利益 在佛家叫见到 在佛家叫见到 身心不安 你怎么能见到 道理 这个是心安情 最殊胜 最大的利益 利益 宇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懂得了 那么你这个一生 就没有空过了 六道轮回的真相 六道轮回的四体 是法界的真相 是法界的四体 其中的应援过报 逐渐逐渐地通达明白 这一生做个明白人 明白人就是菩萨 明白人不迷惑 明白的人 肯实际为人